这是一名粉丝给我投稿过来的科技视频 兄弟们你们给我看一看 这个视频有没有开科技 粉丝说这个菊又精伤害不是很正常 但是我看前面 这个菊又精与狂铁决斗的时候 他的伤害挺正常的呀 甚至第一波他还被狂铁拿了医学 这时候我就想啊 这也不是开科技的样子呀 难道是我的粉丝搞错了 发错视频了 就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 你们看对面的狂铁 又一次把我们的菊又精丹杀了 这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菊又精百分之百没科技 可是 但是转折来了兄弟们 接下来发生的是 让我大吃了一惊兄弟们 下面让我大吃一惊的画面就来了 这时候啊 菊又精站在敌方二塔的面前 看见狂铁直接跑 我以为他打不过了 所以要走 菊又精很显然是躲不过了 只见他缩头就是一刀 我的天哪 爆发出了四千多的伤害 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都懵逼了 兄弟们 这到底是不是科技 狂铁和孙悟空 直接就嗝屁了 兄弟们 你们是不是以为 这局比赛也就这样了 错了 大错这错 你们看这个孙悟空 这一波 这一棒消除了 几五千的伤害 直接把橘子给秒了 兄弟们 这是什么神仙对局啊